天地尽头只剩最后一抹余晖 晕黄的落日悬在古老的帝都之上 赵福为内侍总管十几年 从未在嘉宁帝谈论密室时被遣出过上书阁 如同在皇城突兀敲响的青龙中 数十年来 这是头一遭 尽管网开了说 这还算不得一件密室 他几乎可以肯定 此时陛下想必是恼羞成怒了 他微弯腰朝上书阁大门立着 时刻保持着宫颈的姿势 只是在转眼不经意间瞥见石阶上的一幕时 浑浊的眼底划过微不可见的触动 全卧西北数万兵马的忠义侯 古云年笔直地跪在青文石阶上 静静注视着紧闭的尚书阁 神态从容沉稳 回廊处古朝仪被两个公额搀扶 线长的手指紧握 面色有些苍白 自皇浦被招入尚书阁回禀诸室 已有两个时辰 尽管赵福未离开此处一步 可也知晓此时的京城上下孔兜 再等里面那位的决定 赵福 进来 待赵福第三次安抚慈安殿前来问询的大太监时 嘉宁帝的声音终于打破窒息般的安静 石阶上跪着的钟义侯神情一动 长舒一口气 赵福抖授一下精神 推开了尚书阁的大门 室内的夜明珠晕出光来 头下浅浅的虚影 嘉宁帝端坐踏上 本就没有大好的身体 桥上去有些疲乏 黄浦跪在地上不远处 沉默地低着头 赵福小心翼翼地走到嘉宁帝身旁 公声问 陛下 有何吩咐 嘉宁帝摆手 朝岸桌上一指 把玉璽拿过来 替朕拟止 黄浦耳朵动了动 嘉宁帝瞥了一眼 沉声吩咐 船指下去 因大理寺卿陪沾身体抱养 朕特命大理寺 少卿任安乐会同两厢共审科举舞弊案 黄浦猛地抬手 神色激动 嘉宁帝哼了一声 拂袖继续道 高兴什么 你们只有一日时间 若在明日还查不清此案 大理寺上下官员的官帽 连同任安乐的阵一并摘了 陛下 陈愿相信任大人 连青龙钟都敲了 朕可没有怀疑 皇清对任安乐的信任 嘉宁帝打断黄浦 黄浦面色尴尬 头磕在地 惶恐道 陛下 陈实在不忍心赴京考生 千里奔波 到头来竟花水月一场空 罢了 嘉宁帝叹了口气 你下去吧 朕准大理寺一众官员 旁听明日审案 谢陛下 黄浦大行义礼 退了出去 赵福 宣旨 就在镇的书阁外面宣 安静的上书阁内 嘉宁帝的声音格外冷烈 赵福低应一声 起草完圣旨 印下玉玺 走出上书阁 大声宣读完后 才转交内侍副总管 将圣旨送往大理寺 侯爷 陛下说 舞弊案交由人大人审礼 带有了结果 陛下自会定夺 请您先回侯府 他没有错过 钟义侯错愕的神色 和古朝仪 瘫倒在公额上的身影 钟义侯古云年面色难看 仍旧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赵福叹了口气 钟义侯到底是跋扈太多年了 这件事闹得如此之大 居然还敢众目睽睽之下 藐视欲指仍旧跪在上书阁外 青龙中被敲响 一届考生跪满了重阳门 一府官员联名上书 认识谁都知晓 大理寺守理定士 有了确凿的证据 古其善不过是收了试题 最终也只是包了爵位继承权 难动忠义侯辅金骨 可你忠义侯却如此不量上心 对天子而言 这不是以公邪恩 恃宠而交又是什么 又等了片刻 带到重阳门考生离去的消息传来 赵福才重新走进上书阁轻声禀告 陛下 侍卫来回 说是考生谢过陛下红恩 已经散去了 只是 钟义侯还未起身 不用管他 他自然会起 嘉宁帝刚缓的面色一沉 冷亨 仗着西北军权 大卧便如此猖狂 他古家的脸面 是震赏的 如今竟用来邪恩 陛下息怒 嘉宁帝白首 眼眯起 神情莫测 话语中意味深长 古家跋户已久镇早有听闻 只是这个任安乐 竟能惹出这么多的是非来 朕如今当真有些遗憾 错过了他上次的入宫觐见 黄昏之时 挤满了街道的百姓 终于等到了自皇城班下的圣旨 没有雀跃之声 只剩下如是重负 及眼中的阴阴西记 待看到大理寺张贴出来的符文公告 第二日晨时过堂 百姓才相继散去 深夜 在大理寺坐镇一整日的任安乐 翻看完黄埔留下的卷宗 领着怨琴在街上闲走 小姐 明日左右 相与小姐共同审礼 怕是不太轻松 深夜的帝都街道格外冷清 怨琴挤走两步 将随身带的披风 记在任安乐身上 柔声道 若非大理寺上下举荐 在家之民心不可为 审安一世 绝不会落在我头上 朝廷以左为尊 皇城里头的那位 怕是想让我跌个跟头 他老人家也好出口气 不花银子看场笑话 任安乐轻笑 声音落在耳里 倒有几分闲散随意 与往常陷于人前的霸道冷冽 决然不同 闲谈间 两人不知不觉 行至一条清冷荒凉的街道 这条街很是宽广 两旁建筑典雅滑贵 道路尽头 一座古朴大器的宅子 安静毅力 宅前时势斑驳 红漆剥落 像是荒废已久 幽暗昏黄的灯光下 即便隔着白尺距离 也能依稀感觉到 曾经的荣华凡胜 那是哪家的宅子 两人顿足 任安乐抬手 悄然问 小姐 当年太祖荣宠帝氏一族 曾将皇城中的一整条街道 赐给静安侯 用来修建宅邸 想来便是此处 这应当是曾经的静安侯府 怨琴的声音 在深夜的街道上 格外清晰 不知为何 落在耳里 竟有冷寂之感 任安乐摇摇望了 一眼远处荒废的静安侯府 低声应了声殴 神色沉静 转身离开 圆月下 降红的披风拖在地上 慢慢远走的身影 速冷坚定 第二日 尘时将近 自立国来大理寺 还没有一桩案子 如此瞩目 官道上挤满了张望的百姓 府衙内大堂下的石阶上 立着数十位会士的考生 大理寺上下官员 站于两旁 衙差目光如炬 堂上除了主审官的座位外 还一左移又设了两张椅子 整个大理寺上下郑重一场 鼓声响 陈时道 左 又两相自后堂而出 对视一眼 朝另一入口看去 自他们清早入大理寺起 还未曾见得任安乐 声停 一身降红官袍的任安乐 从另一端走出来 眉目素冷端正 大静女子围观审案 倒也是头一遭 众人瞧着稀奇 纷纷抬头观望 任安乐朝左 右向行礼 行上按台 三人坐于大堂之上 这场在嘉宁十七年闹得轰轰烈烈的科举舞弊案终于拉开了帷幕 一连之隔的后堂 温朔瞧见寒夜脸上难得的兴致 低声道 殿下 听说 忠义侯昨日在皇城里跪了半宿陛下 也为召见 天一亮被侍卫 搀扶着回去了 他以公邪恩 父皇心里定生了戒地 寒夜淡淡道 忠义侯向来和大殿下走得近 这次任安乐 歪打正着 倒是为殿下立了一功 温朔笑道 眼眯成一条缝 很是高兴 寒夜拍拍他的头 听到任安乐令牙刹江 易干人等待上的命令 凝神惊气 大堂之上 吴月并两个考生跪在地上 神情惶恐 吴月 日前过堂 你承认将事提交与宋贤 刘江 现在可认罪 吴月点头 学生认罪 令两人神色挥败 一起点头 舞弊小抄自他们三人身上搜出 罪证确凿 他们无可争辩 既认罪 本官便当唐宣判 任安乐敲响经堂木 陈生道 宋贤 刘江两人与会事舞弊 本官 判你二人再无可考机会 包去秀才之名 发配西北受三年姚毅之行 两人扣手认罪 然后被牙拆带了下去 吴月仍被留在堂上 众人便知 这场案子 此时才真正开始 左相神色沉稳 只是在看见被押进来的杜庭松时 不自觉闪过嫡子恐惧担忧的脸 摸着扳直的手 微微顿了一下 任安乐不经意瞥了左手一眼 眼底神色不明 堂上杜庭松安静地跪着 低埋的脸看不清表情 唯有古奇善被关押了一天 虽衣着狼狈 却依旧嚣张 见到这二人被宣入堂 吴月明显色缩了一下 一脸惊慌之色 吴月 昨日黄大人问案 你说试题也曾给过古奇善 可对 回大人 吴月声音微抖 随即变得坚定 连连叩首 是 学生一时糊涂 才会铸成大错 学生甘愿认罪 只是希望不要祸及家人 若不是 为了保家人平安 他绝不敢在堂上 把古奇善和杜庭松招出来 如果他坐实了科举舞弊 和逼死大学士的主谋罪名 定会获连九族 胡说 我哪里要过你给的试题 你血口喷人 古奇善差点跳起来咆哮 神情凶狠 随即转向任安乐 拱手道 任大人 吴月为了脱罪才会攀咬他人 我是冤枉的 见任安乐不语 他眼珠子一转 又指向杜庭松 说不定 他招出考题 来自杜庭松 也是污蔑之词 考题只从他身上搜出 我们和此事没有半点关系 区区片面之词 怎么能作为正贡 古奇善虽不学无数 向来喜欢胡搅蛮缠 此时说出的话 却似有几分道理 唐下考生对试点头 连府衙门口的百姓 也议论起来 毕竟到目前为止 都只是吴月口中所言 并无半点真凭实据 左向面色从容 眼底带了笑意 开口道 任大人 古奇善所言道也未错 若只是因为 吴月的一面之词 便让大理寺上下敲响青龙中 那真是一笑大方 左向的话一出 哄闹声更响 一众大理寺 官员面色障得通红 吴月指着古奇善的手指抖 小侯爷 我明明将考题告知过你 证据呢 古奇善得意洋洋 半月前的巨闲楼 我时常和你见面玩乐 你说把考题给过我 有谁可以作证 古奇善相当笃定 当时没有人证 吴月面色惨白 说不出话来 谁说没有人证 任安乐沉稳的声音在堂上响起 望向古奇善的目光意味深长 不可能 古奇善猛然起身 被一旁的牙差重新压住跪下 本官说有 自然便有 小侯爷 你仍旧坚持没有在会市上舞弊 当然 任大人 你说有人证 在哪里 见古奇善连声追问 任安乐道 在这大堂之上 众人一愣 唯有黄埔神色镇定 见众人静默 任安乐挥手 把证据呈上来 众人瞩目下 一牙刹将一方木盘 呈上堂放于暗桌上 轻不遮住 瞧不出是个什么东西 任安乐掀开遮布 一指试卷落于众人眼中 他拿起试卷 徐徐展开 望向古奇善一字一句沉声开口 小侯爷 你便是人证 既然你说 从未拿过吴月给的考题 那本次会考自然 便是由你亲自作答 现今 这堂上的 是你会试的试卷 只要你能将试卷内容背出 本官便当堂判你无罪 亲自送你回忠义侯府 向忠义侯请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